大家好,我是欣欣 咱们生活当中可能遇到很多的这种事情 有突发状况的情况下可能也不愿意出门 但是老祖宗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比较疑惑的事情 说是生活当中遇到这四种情况 让我们尽量不要出门 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今天咱们就来说一下 第一种说是在夜晚睡觉做梦的时候 如果梦到一些不好的情景 特别恐怖还有一些灾难 说这个人第二天最好不要出门 也有可能是夜里做梦的原因 这个精神上会留有一些余想 这个时候人出门的时候可能带来一些不必要的 就是说这种麻烦 可能思想上会有一种压力 这个时候咱们尽量不出门 会对我们有一定的好处的 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孕妇 如果孕妇就是说做梦的时候梦到兔子 说是不太好 因为兔子是一种就是说灾难的这种代表 说兔子兔子嘛 可能就是说本身孕妇怀着孩子 兔子是意思没有子的意思 这个时候孕妇可能是做到梦以后 就是心情会产生一定的压力 会影响到自己的心情 这时候的胎儿会受一定的影响 由于孕妇的情绪的变化 所以说这个时候孕妇也尽量不要出门 第三种就是遇见迎亲的队伍 因为如果碰到这个迎亲的队伍 有些做生意的人他特别的在乎 说是迎亲的队伍 可能就把他的这个财运被这个喜气带走了 这也只是一种片面的说法 迎亲的队伍本身他就是一种喜气 如果是碰到的话 我感觉可能是一种好事 但是老祖宗就感觉 可能你的这种财气被别人给占走了 也是一种迷信的说法 当时的人可能对于这些不会是太清楚一些问题 第四个就是遇见这一个黄鼠狼 有些人做生意特别害怕遇见黄鼠狼早晨 说是黄鼠狼他是黄大线 可能把你这个财运给带走 因为黄鼠狼见人以后 如果感觉有人要攻击他的情况 会释放一些臭气 这个时候可能人会受一定的伤害 因为他的这些臭气 会造成人的一些悬晕或者是呕吐 这个时候不去做生意 也是有好处的 怕是自己受到一定的伤害身体上 其实这四种情况不出门 我感觉第一种还有第二种 第四种情况不出门还是比较合理的 如果说遇到迎亲的队伍不出门 可能就是有一些迷信的说法了 所以说人一定要注意 什么情况不能出门 也要看自己是否适合出门当天 也没必要有一些迷信的说法 本期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